泰国版死亡笔记在厕所墙内写下诅咒,全部都能实现,本期立歌带来泰剧《禁忌女孩》第七集。 清洁女工上吊死后,小班感到恐惧,她没想到把事情闹得这么大,于是她连忙回到厕所,把墙上的诅咒给擦干净,自己被消除后,清洁女工成功死而复生。 小班心想着好在没闹出人命,当小班正感到庆幸时,她偶然看见阿欧在安慰伤尽的纳诺,两人亲密无间的样子,让小班的嫉妒心又开始发作。 她再一次利用墙上的诅咒把纳诺弄成痘痘脸,看着纳诺狼狈落跑的模样,小班心里满是愉悦。 晚上,小班做了个噩梦,她梦见纳诺和清洁女工出现在自己面前。 纳诺一脸严肃地质问小班为什么要杀人,心虚的小班立马从睡梦醒来,等缓过神后,小班躺在床上,坠坠不安。 隔天班级正在上课,有个女生却突然跳楼自杀,小班惊恶不已,她连忙跑进厕所,正好撞见之前被霸凌的女生。 千间女工的遭遇令她相信了小班所说的话,那面诅咒之强,果然具有非凡的魔力,接下来的日子,学校频繁发生怪事。 有的女生忽然间变疯,有的男生变成一条疯狗,不停地乱吠,就连胖校长也难逃一死,事态逐渐失控。 那名被霸凌的女孩将诅咒墙的事情告诉了所有人,一传十十传百,整面墙上写满太多恶毒的话语,小班感到惊慌和自责。 紧接着她看到一条诅咒,写着希望阿欧变成残废。 者知心上人会有危险,小班马不停蹄地前去阻止,但阿欧还是中了诅咒变成瘸子的她,很快就坐上轮椅,再也不能踢球了。 小班打算清理掉厕所间的诅咒墙,让一切走上正轨,但就在这时,她看见墙上有一条诅咒写着,清理这面墙的人会死,在死亡面前小班犹豫了。 她离开厕所间,去到操场思考人生,当小班被感焦虑时,带着逗逗脸的纳诺坐到小班身边,小班感到很内疚,她不停地向纳诺道歉,结果纳诺听完后狂笑不止。 她早就知道诅咒墙的事情,只是任由小班去发泄仇恨,并看着亲手所造就的恶果让小班感到羞愧。 同时纳诺指责小班,就是她把秘密告诉别人,事情才会演变到这个地步。 纳诺还嘲讽小班没有胆量去承担责任,小班彻底被纳诺的讽刺所激怒,她下定决心擦掉诅咒墙,让一切回归正常。 而纳诺将消息放出后,一群学生立马冲到厕所,想要阻止小班。 前期之下,惊慌失措的小班在墙上写下诅咒,我希望所有人都消失,结果下一秒全世界都安静了。 正如小班所愿,全校学生都消失了,操场、教室和图书馆,人影全无。 不管小班如何大喊大叫,始终得不到回应。 不只是学校的学生,晚上回到家后,小班发现手机里的通讯录一秒被清空。 小班用水洗了一把脸,结果一抬头就发现镜子里没有人影,自己想要叫喊,却发不出任何的声音。 只有泪水,绝望和悲伤,深深刻印在小班的脸上和心里。 人生一旦有污点,即使花费一辈子的时光,终将无法抹去,越想清楚,越是残留。 所承受的折磨,全当上天给予的惩罚。 可怜的世人,激临崩溃边缘之时,总会拉着旁人陪葬,果真是一颗老鼠屎,坏了整锅粥。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,我是立歌,愿做灯展,照亮你心。